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美国 日本及荷兰日前在华盛顿达成了神秘协议 同意扩大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之所以被外界称为是神秘协议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协议没有公开 美国 日本 荷兰三国政府都拒绝置评 英国金融时报说 由于讨论的敏感性 各方面决定不公开细节 华盛顿希望给日本和荷兰空间来决定如何传达和落实管制内容 这一过程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 第二个因素是三国当中荷兰可能存在变数 有观察认为 中共会对荷兰暗中使劲 果然 1月30日 中共外长秦刚与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了电话 双方谈了全球供应链问题 有报道说 三国组成的芯片联盟将使中共芯片自主野心受重挫 北京紧张了 秦刚不得不亲自出马 试图劝说 秦刚在通话时表示 北京寻求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维护开放而非分裂 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 根据中共外交部的一份声明 秦刚还表示 他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以开放和务实为标准 在芯片制造领域 日本和荷兰在光刻制造工艺中占主导地位 光刻是用光在锡晶片上印刷微小的电路的一种技术 荷兰制造商阿斯麦基本上垄断了 勇于制造最尖端芯片的极紫外光刻机的生产 但是从2019年以来 阿斯麦已经停止向中国出售极紫外光刻机器 水平员李林一认为 中共此举显示 他对西方加强芯片管制动作的担心已经掩盖不住了 如果只是美国单方面对中共采取芯片出锅管制的动作 对中共的杀伤力还不算太大 如果连欧洲 日本都加入了 那会使得管制的效果大大增强 未来 西方会越来越收紧各类高科技技术的出口 西方与中共在科技上脱钩已经成为趋势 另一位时兵员王赫认为 荷兰毕竟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 跟在西方 中共的利用虽然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中共对西方的系统性的威胁却是有目共睹的 欧盟内部的团结和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更显得重要 在美国 荷兰 日本达成协议的前几个小时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出席美国智库活动时表示 当涉及到确保欧盟和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共同安全时 欧盟总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我们完全同意禁止中共获得最先进的技术 除了上述的共识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美国对芯片业的控制力 具体在对技术控制 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 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 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弱的情况下 仍然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 比如美国就掌握了荷兰阿斯麦50%的股权 而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中 有55%使用了美国的零部件 这就使得荷兰虽有摇摆 但是在关键时刻还得跟美国站在一起 达成这次神秘协议 与此同时 传出美国对中共华为技术更致命的一击 英国《金融时报》30日报道 美国政府已经停止向美国公司提供 向华为公司出口的许可证 此举朝着全面禁止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的方向迈进 因为华为是建立在对美国芯片依赖上 美国这下是要对华为彻底断供了 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表示 新冠疫情仍然是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仍然是联合国机构的最高紧急级别事件 但是世卫也承认大流行正处于过渡点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他希望在未来一年世界能够摆脱这场大流行病的紧急阶段 并且指出全球单州染疫死亡人数去年10月份降到了1万人以下 但是12月份初再度升高 当时中国解除防疫管控测试 导致染疫病亡人数再度冲上高峰 对于中国疫情的情况 谭德塞此前批评中国大陆真正的病亡人数 要比世卫获得的报告数字高出许多 谭德塞也曾表示希望今年能看到紧急状况结束 因此有报道认为 联合国仍然维持最高警戒级别 是否因为受中国的疫情所拖累 在周一发布的声明当中 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表示 通过感染和或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高水平的人群免疫力 可能会限制新冠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但毫无疑问 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种病毒仍将是人类和动物体内永久存在的病原体 因此迫起的需要采取长期的公共卫生行动 世卫补充说 大流行可能处于过渡点 需要继续谨慎管理以减轻潜在的负面结果 谭德塞周一在另一场世卫组织会议上说 我们仍然希望在来年世界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将COVID住院和病忙人数减少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在会议之前 他恳求各国不要放松对新冠的防御 不要低估这种病毒 近日中国大陆统计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 各中小学发通知要求学生家长填写统计表 但受胡心语案件的影响 很多家长担忧自己的孩子也被盯上器官 没有感染过新冠也不敢填写胃阳 目前大陆还在黄历新年寒假期间 但是青岛市的中小学家长们已经收到了学校的通知 要求填写表格统计家里有多少人口 多少人养过和多少人没养 但很多家长对此调查感到担忧 青岛市民李轩告诉新唐人 自己的女儿13岁 她一家人包括孩子没有出现感染症状 但是她不敢为孩子填写胃养 因为她担心孩子被失踪 她说一直关注胡心语案件 直到现在还没有最终调查结果 仅官方宣布找到了遗体 之前她就听闻过中共高官 为了移植器官而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 这几年很多孩子失踪没有下落 她怀疑和这种活摘器官有关 李轩表示前一段时间她看到新闻 中国的张伯理院士说 要对这种先天不感染者进行深入研究 觉得非常的可怕 她说听很多人说 这次疫情很多中共的高官 尤其是年龄大的 肺都不行了 研究这些喂养的人 是不是又为那些高官虚命呢 李轩海说 去年的6月份 她孩子还在小学6年期 学校天天做核酸 有一天收到了学校班主任的通知 要求填写一个新冠肺炎筛查信息 剩余样本及数据捐献知情同意书 原来是华大基因要在学校采集学生基因数据 说是用于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和临床应用 李轩说她当时就选了不同意 但孩子在学校里 谁知道这种选择会不会阻止孩子的基因信息被采去呢 她说身边很多孩子的家长都很担忧 喂养都不敢添写喂养 都写了养过了 有网友评论说 这是一个不能说实话的事件 在大陆的微博平台搜索发现 自12月底1月初开始 河北唐山 河南 上海 山东 云南 浙江 江苏等地 都有网友反映学校在统计感染 和未感染学生的名单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 华大基因是华大集团旗下子公司 曾参与多个基因研究项目而引起质疑 被称为基因界的华为 响于世界的纽约神韵艺术团 于2月2号到7号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哥 和另一个大城市圣迪亚哥进行7场演出 首次将神韵演出带到加勒比海地区 神韵在多米尼加为演鲜热票房火爆 周六晚场演出在9天之前已经全部售清 其他场次的门票也在快速的售卖当中 神韵官网介绍 神韵宗旨是复兴5000年神传文化 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海的中心地带 北林大西洋 南林加勒比海 是加勒比海地区第二大的国家 陆地面积4.8万平凡公里 人口1100万 在神韵到来之前 多米尼加多位国会议员向神韵艺术团发来贺信 说起来 神韵来到多米尼加演出 之前还发生了一些阻碍 去年的11月份 神韵主办方在多米尼加全面展开了宣传推广时 中共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干扰破坏 利用其影响力向多米尼加各级政府部门 和不同的媒体发信息 试图取消演出 但是最终都失败了 多米尼加法轮大法学会主席表示 我不认为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 会受到中共的施压 中共在其他国家的干扰 不会在这里得逞 我们确定中共从11月份 就开始强力的施加影响力 试图取消演出 当地政要顶着中共的压力 向神韵表达欢迎和感谢 多米尼加共和国众议员路易斯·贝茨 在贺行中写道 我非常高兴能在我国上演神韵 这样水准高超 场面宏大的演出 神韵为在世界范围内 恢复日渐衰败的 但又极需要的道德价值观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抗衡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扩充军力 以及中国对该地区日益加大的兴趣 不仅美国现役军人在为与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爆发潜在冲突做准备 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在进行相应的演练 根据美国专门报道军事事务的独立媒体《军事时报》报道 美国国民警卫队这个周末 结束了为期十天的北方打击二三演练的首轮演习 这是美国国防部为提高预备力量 战备能力而进行的最大年度联合演习之一 由国民警卫局主办 今年是国民警卫队第六年展开这样的演练 是美国军方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抗做准备的一部分 国民警卫局的负责人陆军上将丹霍坎森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这位将军所指的是气候变暖 延长了北冰洋水道的试航期 让更多的军民船只可以进入 并使获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变得更为的方便了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国家进入这些地区 那里会有竞争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去年就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扩充军力 以及中共对这一地区越来越大的兴趣发出了警告 为了抗衡俄罗斯与中国 在北极地区日益加大的存在 美国陆军去年6月份成组了驻阿拉斯加的部队 设立了新的第11空降师 以更好的为未来严寒气候作战进行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大陆的网站163上看到了1月29号的这样一条新闻 题目是不看新闻联播容易得抑郁症 文章内容说 国内的一个重点大学研究所 经过三年的研究表明 如果长期不看电视节目 特别是不看新闻联播 容易造成焦虑情绪以及孤独感 而且容易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不信任感 时间久了还极容易得抑郁症 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中国的网友在这条新闻下留言说 你能先告诉我是哪家重点大学研究的吗 还有网友说 这是吃了这个药就不能停的意思吗 墙外的网友在推特上对这条消息的评论就更加的有趣了 说对 看了之后不会患抑郁症直接变成了痴呆 还有的说 这是真的 广东又跟人哑巴 看了之后开口骂人了 还有网友说 有一说一啊 这个标题描述的是没有错的 我证明这是真的 十多年不看新闻联播了 得知中国的全面真相 我现在十分的犹豫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 所以说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